今年5月就算平日不怎么关心电影的赛马娘Pretty Derby玩家 过多或少都会注意到好莱坞动作大变 捍卫战士独行侠气势磅礴的宣传 这是1986年电影《捍卫战士 Top Gun》时隔36年的续集 而Sidegames则受获派拉蒙影业的邀请合作 让赛马娘成为日本的官方宣传大使 不懂赛马的电影粉丝可能不明白 捍卫战士为何跟赛马扯上关系 经过搜寻才发现有一批知名赛马的名字恰好也叫Top Gun 而深入了解才会知道 这不光是名字与电影相同的关系 对于许多日本赛马粉丝来说 它更是一批带来重建希望与勇气的名码 它的名字是摩叶仲炮 Maya no Top Gun 1992年3月24日 仲炮生于北海道新冠艇的穿上牧场 父亲Brian Stein的血脉是来自美国60年代名版L2 Reason 而母亲Elme Please则是法国名码 Blesshing Gun的子嗣 当时的马主田索尔先生买下它后 以神物上的摩叶山Maya-san作为冠名 加上电影捍卫战士Top Gun的英文标题 将这批立马马取名Maya no Top Gun 并由立东揪涉的练马师Banko正大先生负责调教 虽然有着名码血统 仲炮却因为右马实习体质平弱 令他比其他新马晚了一年 才在1995年的京都尼地赛出道 而同一年的日本赛马界正是周日宁静旋风的开始 这批名马所配种诞生的子嗣正好在1995年赛场上 开始大放一场 例如初战以来四战失胜 赢下昭日杯三岁锦标赛的富士骑士Fuji Kiseki 赢下高越赏的Genuine 赢下奥克斯的母马Dance Patona 以及拿下东军优惊的赫丸刚志Tayasu Tiyoshi 而名马特别州也是在这一年诞生 相比之下重炮的初战战 由知名骑士武风侧旗未能夺胜 直到第四战才拿下首胜 第六战500万下级赛之后才改由田园成桂骑士侧齐 并在第七战下级赛再拿到第二胜 如此不顺遂的初到时期 让现今许多赛马人士回想起来 实在难以想象重炮之后在赛岛上竟是如此活跃 因为重炮参加六月夏季皇家香港骑士俱乐部杯 2000公尺的草地赛拿到第三名 板口列马师判断重炮可以挑战草地赛 于是目标放眼新马三冠经典赛的最终战 菊花赏的资格 于是重炮先在九月初战G2神户新闻杯 并拿下第二名 接着在十月京都新闻杯同样拿到第二名 显示重炮确实能负担草地赛的事情 不过日本赛马界有着菊花赏只有最强的马 才能赢的说法 长达3000公尺的京都赛马场赛道上 有着独特的上坡与下坡设计 当时的重炮最长却只跑过2200公尺的京都新闻杯 而且马体重与骑士体重合计比出道时还多了10公斤 然而比赛当天的重炮却大放异彩 一出闸门后始终保持在前列位置 直到最后弯道第一匹马杀出的正式重炮 最终直线一路领先冲过终点 以3分4秒6刷新的1994年 才由三冠马成天白人在菊花赏创下的速度记录 体重增加距离变长 而对手都是今年赛场上夺冠的优胜马 重炮在外界视为诸多不安的条件之下一站成名 随后重炮前往关东参加年底的游马纪念赛 与古马成田白人 拿利他·布拉尔 林·亚马逊 其西·阿马总同场较劲 虽然人气赔率只得第六 但重炮却再次交出好的表现 比赛一开始 出闸后的重炮便快马奔逃成为领头马 虽然没有拉开距离 但始终保持领先 最终稳稳冲线拿下第二座G1赛事冠军 因为年底的好表现被JRA选为1995年年度代表吧 与JRA赏最优秀4岁功劳 重炮在隔一年第一场比赛G2板神大商店 便再创话题 1994年七战六胜 成为日本史上第五头拿下新马经典赛三冠的名马 成田白人 逐渐摆脱低潮 与重炮一同出战1996年板神大商店 两批年度代表马的对决 受到当时媒体大范围注目 而这场3000公尺的比赛 其精彩程度也非常的戏剧化 因为双方骑士都是业界受到瞩目的知名骑手 一位是JRA累积最多胜的天才骑士武峰 另外一位则是同样被誉为天才 在1993年有马今年赛侧骑东海帝王 并上演奇迹复活的田园成桂 比赛开始 两匹马都在前列位置保持速度 直到第三拐角后 观众开始鼓噪 因为重炮与长天白人在弯道脱颖而出 两匹马几乎同步领先 踏进最后直线 远远将马群炮在后头 这一幕几乎让现场观众热血地欢声鼓舞 因为这场比赛最后的600公尺 根本就是成田白人与重炮的决斗 最终两匹马以同样的3分4秒9时间冲现 会场以照片判定为成田白人获胜 虽然输掉比赛 但重炮的表现也受到马尼的高度肯定 之后4月的春季天花场 两匹马再度对决 不过最后胜利的却是由古马樱花桂冠 Sakura Roile所获胜 赛克斯也为这匹名马有一个新的企划 以后有时间有机会有那个命我会在瓦克 7月板神散发场举办的保种金天赛 以支援板神大地震重建的名义 JIA将该场赛事的营收部分所得作为赈灾金源 而重炮因为填索马祖为神户出身 更是受到重视 以第一名的人气赔率出战 最后在许多名马未出战的情况下 重炮也不负众望拿下优胜 生涯21战8胜 曾拿下JIA4座G1赛事优胜 重炮最广为人质的便是变幻自在的表现 熟悉赛马的朋友都知道 赛马在跑法上共分为 领头、前列、居中、后追等策略 而重炮的生涯便分别用上四种不同的跑法 而有过夺胜的时机 1996年三场秋季赛事未能取胜的重炮 外界也传出重炮可能不行的的说法 同时令田园骑士苦思如何侧其重炮 没想到在1997年首战的G2版神大场点 便让马尼带来了惊喜 版神大场点比赛当天只有8匹马出战 而出闸后的重炮不像以往一样处于前列位置 反而是田园骑士采取最后位置的后追跑法 直到最后800公尺 重炮突围开始加速 观众也顿时鼓噪起来 600公尺跑进好位 最后直线重炮已经并列领先 并且持续加速 与第二名的Big Symbol 拉开三马升以上距离冲线夺胜 而这场比赛还只是铺垫 下一战4月春季天王赏 面对寻求二连霸的樱花桂冠 以及当年拿下G2产金大板杯的美丽周日 Mabelalus Sundes等劲敌 重炮再次展现不一样的跑法 比赛当天出闸 重炮维持在后半居中位置 直到第四拐角才从外侧大幅加速来到前列 配合田园骑士下达的加速指令 重炮的速度不减反增 原本最后两百公尺依然领先的是樱花桂冠 直到实况播报员三本清先生突然大喊 重炮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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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重炮在直线超越樱花桂冲线夺胜 上演居中大逆转 也以3分14秒4 打破了1993年春季天王赏 由米岳来死笑话创下的速度纪录 而这场比赛也成为重炮赛场生涯的最终战 随后因左前脚罹患曲剑炎的关系 让重炮在同年11月底正式退休担任重炮 在三马娘动画中 重炮是东海帝王的室友 因为没有太多的戏份 几乎都可以看到他躺在床上睡觉 不过动画制作组仍然重现了重炮与成天白人 在1996年百神大商店的传说一战 而游戏中的重炮则是以明显以电影 看位战士为主题进行角色设计 像是父亲是飞行员 所以偶尔会说航空术语 以及决胜服的外套设计 因为过往原型马的战机 使得二星马娘的他在各个跑法事情都相当优秀 而他的可爱的个性更是萌翻了许多玩家 好比说每次训练都希望训练师玩家你要一直看着他 优秀素质只不过是搭一下话 就不开心吵着要约会而不想训练 而育成目标里自然也收入了经典的板神大商店 可爱的重炮只要赢了比赛 还会开心的向训练师飞舞 根据采访记录 重炮退休后来到北海道右舰 Staling Station牧场担任中马 当时负责照顾他的牧场人员 山崎鲁先生就表示 简单来说重炮就像是一个任性的小孩 对很多事情都任性 一旦不喜欢做某件事就什么话也不听 尤其讨厌打针 每当兽医到来时都想逃跑 是一批非常聪明的猛 也正因为理解到重炮的性情聪明 山崎先生也才表示 自己终于可以理解当年天元骑士的厉害之处 不加以束缚 不勉强他做什么事情 天元骑士就是深知重炮的性格 才有办法侧击他 根据采访记录 天元骑士最初侧击重炮的前机场比赛 也曾经对媒体表示 不知道重炮到底是强还是弱 而这一点也充分表现在游戏的育成剧情里 因为训练是永远搞不懂 这位任性的马娘这一刻到底在想什么 但她就是可爱 因为可爱所以没关系 在1995年菊花赏之前 重炮还是一匹默默无名的新马 如今后世弹起重炮 都会提及他变幻自在的炮法 但不得不说 成就这一切的背后 皆与围绕在重炮身边的相关人士有关 买下重炮的田索又马祖 是一位在神户市金银医院的院长 就在重炮出道1995年1月 随即迎来当时日本最严重的 板神弹路大地震 而田索马祖的医院不仅崩塌 他的亲弟弟也在这场灾难中不幸过失 不过根据报道 因为地震灾害的关系 使得田索马祖与练马师将希望寄予在赛马身上 期望能代表神户的精神 从灾害中重建 而当年日本职棒欧立士兰浪真的夺冠了 而重炮也在菊花上一鸣惊人 甚至跑一游马纪念赛 鼓舞了许多蛇谷的灾民 并成为带来重建勇气的象征 而练马师板口政大同样也是功臣之一 虽然比起其他知名练马师的成绩来说 板口先生当时所训练的马 从未拿过G1大赛优胜 不过面对性格如此任性的重炮 他还是不放弃地耐心调教 直到重炮在菊花上夺胜 才为从业20年的他拿下第一座G1优胜 虽然年事已高 现已退休 但板口练马师在2011年退休时 仍不忘提及重炮在菊花上的表现 更表示希望退休后 能够回到自己所带过的 每一匹马诞生的故乡看望 看得出他是一位对待马儿 与弟子其实都相当有爱的练马师 2019年11月3日 27岁的重炮最后在北海道因衰老过世 令许多曾经照顾过重炮的相关人士感到难过 但现在却有更多的人感谢重炮 当时所带来的精彩表现与感动 在1995年 菊花上与油马纪念赛 重炮在冲过终点的那一刻 田园其实在胸前画上十字 并做出飞纹的动作 象征会许许多多的板神在你祈福 根据记载 在重炮过世的丧礼上 一位特别从东京赶过来的女性粉丝表示 虽然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到来 但一想到来到这里 再也看不到她 心里真的很失落 谢谢 请好好休息吧 虽然赛马常年被外界视为赌博产业 不过在当年日本板神大地震发生后 赛马产业同样也有负担起地方重建的支援活动 这些事迹也都将重炮当年的光辉记录在历史当中 不论身处何种位置 不论这是领跑还是后追 重炮持成在赛场上的英姿 确实一直留在粉丝的心中 持续带来勇气 至今没有忘怀 我很喜欢日本赛马记者说的一句话 单单只有一匹马 赛马是无法成立的 单单只讲求胜利 这也不是赛马 正因为如同人生一般 有伙伴 有对手 有起落 才有绽放光辉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 我却夹杂在练马与狩猎 还要爆肝的人生 这次依然是得来不应的美气 且看且珍惜 我是YD 我们下次见 阿巴哟 阿巴哟 阿巴 阿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